狠心道士打低檔 车坠山谷 恃腹杀妻 对着镜头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就是狠心杀害自己父亲 和妻子的张子徐 他在南投民间的一间公庙 做道士 向地下钱庄借钱 那个利欠了四百万元 一个月前 他开始杀人计划 事先到张华勘察确认地点后 前天深夜11点多 开车经过山路时 假装说要看夜景 将车停在山岸边 车头还对着山谷 这时候他突然说想尿尿 下车时 左脚先踏在地上 然后把车打到低檔 趁车子往下滑动时 赶紧下车 害车上的妻子和父亲 来不及反应 就坠补 等到车子坠落 三四十公尺深的山谷后 他才打电话报案 我们应用那个人力的搬运的方式 刚刚有一条小路可以走上来 被害的妻子全身严重挫伤 擦伤又短暂失忆 但休闲的老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本来在山谷家里三个人而已 对 你这天就很大声 这么厉害的 景潮在现场救援时 发现张子群态度非常冷静 突破新房后 他才公称 因为周转不灵 担心眼泪家人 也担心自己死了 家人无法生活 才会在去年帮父亲和妻子保险 只要计划成功 就能炸保850万元 匡称办完后事之后 也会自杀 你怎么会后悔吗 会后悔吗 爸爸过世了 动新闻张话报道